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永威再一次试镜时巧遇了香港 安永会计时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翁江培 一年 吴永威卸任亚解后即下嫁翁江培 夫妻年龄相差30岁 在娱乐圈引发了热议 但当时的吴永威无疑是幸福的 要知道当时她才刚刚21岁 她却一个比她大30岁的亿万富豪 一点点金钱的诱惑 就让吴永威放弃了刚刚萌芽发展的事业 小姑娘自己不努力 只想靠男人是不行的 吴永威和丈夫的婚礼 办的可谓是相当奢华 圈内很多明星富商都来参加 本以为风风光光嫁入豪门 就可以安心在家当她的过太太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结婚才刚刚13天 不到半月的时间 丈夫就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 设下吴永威可傻眼了 自己的靠山一下子倒了 失业也放弃了 吴永威一时间走投无路 本以为丈夫给留下两个亿的遗产 还可以够自己好好潇洒一阵 但是没想到 丈夫家根本就不认她这个儿媳妇 财产更是一分都不肯给她 纠缠了多年 吴永威最终分的900万 不过这对于几十亿身家的丈夫 也是凤毛林小了 感谢观看